国民党前立法委员蔡振元 13日在脸书指出 曾帮助过紧急遇上困难的吴宗憲 但是后吴宗憲不仅没说一声谢谢 偶然相遇也装作不认识 今吴宗憲则在脸书发出 给蔡振元委员的公开信 向蔡振元说抱歉 让委员有这样子不舒服的感觉 我就先说声抱歉 我也接受我迟来的感谢 吴宗憲未提到因何事而找蔡振元帮忙 他表示受人点滴 必当涌泉以报 路见不平 更要拔刀相助 有正义感的人也都应该如此 更何况是为名喉舌 为名服务的名义代表 对于蔡振元公开点名 看似有些错愕 但吴宗憲人道歉和道谢 话锋一转 吴宗憲直言 代替蔡委员发文的应该是小编 你真的该换工作了 你的格局实在小到吓人 并提议蔡振元应该将发文小编送走 蔡委员 赶快出来说明这真的不是你自己发上来的 否则就太可惜了 苹果新闻网报道